- 大家好我是蕭川老师 欢迎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讲盘之前我们还是先祝大家 今天父亲节 大家父亲节愉快 当然要祝我爸爸父亲节愉快 台北股市 昨天好不容易涨个白点 结果今天又跌下了 很多人会想说 到底怎么搞得忽涨忽跌 很多东西都有它的理论架构 到底这个盘要怎么去解读 待会我慢慢依的再跟大家做分析 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股票市场不是说 每天涨停满都是你的 真的不是这样子做 说句实话你这样子做 我跟你讲你现在已经赔一堆了 是不是这样子 等一下我慢慢来印证 好吧我们来仔细看 今天那杯股市开小高之后 就震荡走低了 那今天最多是跌183点 那现在跌110几点 你会发现到 好不容易昨天台北股市就涨白点 结果台北股市今天又跌下来 昨天涨的时候成交量是3200多亿 对不对 那今天这样跌下来 目前预估到收盘 比昨天的量还要来得大 那可见的说最近这种盘势 在这个地方是呈现一个胶足的状况 对不对 好那这盘怎么解 到底是涨是跌 好各位我们仔细看 昨天涨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 我说 礼拜一嘛 本周是破线的关键期 然后呢昨天涨起来 我说你要注意 这涨起来 当然一定很多老师跟你讲说 股票都是涨停板嘛 对不对 我说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最后逃命机会嘛 什么叫做最后逃命机会 我讲的到底对不对 我们来仔细看 因为最近这种盘势 那像之前那个AI 创新高的时候大家都有 跌下来的时候都跟你说 我高档出掉了 昨天有一些股票涨停板 就跟你说你看我股票又涨停板 股票真的这么做吗 如果是像神级的做法 像神在做的话 我会跟他讲 那些老师不用当老师 去庙里给人家拜就好了 是不是 什么叫做最后逃命机会 你注意看嘛 我看到昨天很多老师 在跟你讲这一档客股 威胜 昨天威胜 昨天盘中不是涨停板嘛 对不对 大家都有啊 结果今天跌停板了 今天跌停板就算了 今天还创 这个跌下来以来的新低 你昨天不跑 你今天赔更多 是不是 不是一档两档 你看那个创意 昨天融资大增 融资创新高 大家想说哇AI要涨 那创意应该低档到了吧 好你去买看看嘛 买完之后呢 今天又跌下来 有没有 再创波段低点 给你跑你不跑 结果你拼命去买 连环套 对吧 不是一档两档哦 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啊 昨天涨的时候你不跑 今天打到跌停板 而且又创近期低点 你这样买有什么意义 不就越套越多吗 那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啊 涨的时候不跑 今天又跌下来 那中美金也是一样啊 今天也是创近期低点啊 你看那个汉讯 转转涨的时候你不跑 结果今天又创近期低点 对不对 好那各位 这些个股是 你还可以跑的啦 有些个股你已经跑不掉了 什么叫跑不掉 你注意看嘛 不过你这要怎么跑 这要怎么跑 融资创新高啊 股价一路创新低啊 现在是8月份啊 早到去年 今年的4月份就已经建高点了 你这几个月买到这档股票 全挂嘛 对不对 你看这些股票你怎么跑 到这个时间你也是一样啊 再创波段低点啊 今年3月份到现在为止根本没有高点了嘛 怎么跑 你看这些个股啊 从今年4月份到现在为止一路创波段低点 你要怎么跑 这些股票也是一样啊 从今年1、2月份就是高点了 到今年到现在为止8月份了 都没有高点 你看那个普瑞 从1200多块 跌到现在860 快腰斩了啦 你现在都没得跑 是不是 小资的好了啦 乙胜 到今天为止也是创波段低点啊 因为融资都不减啊 你现在怎么跑 你自己看嘛 你现在怎么跑 你看瑞吉电通到今天为止才创波段低点啊 今年4月份就建高点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高点了 是不是 那这个让你看到一堆股票创波段低点 那你不要跟我讲说 啊这些股票我都不会有啦 反正涨的你都有啦 可能吗 如果说今天涨的你都有 跌的你都没有 你今天也不用看节目了 是不是 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讲啊 最后逃命机会 有些个股你还跑不掉喔 你还跑不掉喔 好 那重点来了喔 礼拜一就跟他讲说 本周是破线关键 什么叫破线关键 今天我的测标写了 因为我待会会去解释 为什么我今天会下这个标啦 什么叫做快要沙盘 什么意思 今天台北股市跌下来 它还不叫沙盘 这就像什么 看一下喔 8月2号 我说那时候真正跌市还没开始 那天啊8月2号在这里嘛 是不是那天跌300多点嘛 我说跌市还没有开始啦 好跌市还没有开始 什么叫做跌市 为什么我会写说快要沙盘 要怎么去认定 认定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这个破纪线 因为你这个破纪线 你前地就破了嘛 就代表说这上面 买进全部套牢 头部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上贵也是一样啊 现在纪线早就破了嘛 上贵如果再破半年线的话 你这上面套牢筹码就越来越多 那如果说当整个上市破纪线 上贵再破半年线 那就是整个沙盘开始 因为你整个融资全部套 当整个融资全部套的时候 接下来就会造成什么 跌停板加速它就会一路扩大 就会一路扩大 因为今天跌停板加速目前来看 还好啦没有很多啦 还没有很多啦 但是如果说你等它一破线的话 那就是沙盘 然后跌停板加速是一路放大 那为什么我今天会去下这个标 好那各位都有原因的了 我们就说我跟你讲东西 悬赏老师也讲不出来啦 98%都跟你说每天股票涨停板 然后呢1%呢 是从去年10月一路空空到现在为止 那是神经病的讲法 之前我们一路做多嘛 来到7月份这地方 我就开始跟各位讲 你不要乱做 你不要乱做 到现在为止一堆股票解不了套嘛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来看怎么解盘 什么叫真正跌势还没开始 你看 上个礼拜我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礼拜有两关要过 第一关就在今天 7月31号我跟各位讲过台股的价值嘛 台北股市你看 它是全球股市里面最强的 你觉得有这个价值吗 我要怎么去认定有没有这个价值 各位今天啊 因为到今天下午 我们台湾要公布进出口的数据 那依照目前我们所看到 因为还没有公布了 依照8月6号的一些新闻里面讲了 台湾7月的出口 有连11H曾定局 那财政部自己讲嘛 最快11月才有望转正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 之前我就跟各位讲啊 你台湾是靠出口产业为主的 你以年增率来看 它是一路跌啊 对不对 好 那我这两天也跟他讲啊 可能有一些小动作 我是觉得无所谓啦 因为在7月14号财政部里面公布的新闻 是这么讲啊 他说我国进出口贸易至112年的7月 就是这个月要 就是今天要公布的啦 改以110年为参考年嘛 也就是说啊 所谓年增率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啦 你要相比的是这个位置区啦 去年7月嘛 那你是要比前年 好那没有关系啦 就继续比而已啦 没差啦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这个出口值啊 还在继续衰退 它会影响什么东西 旁边你注意看啊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 到底那个经济好不好的一个状况嘛 那这个经济好不好的状况 它会衍生在汇率的部分嘛 对不对 好我们注意看嘛 这个字我就 这三个字我就不要念了 因为主管局长规定 我们不能讲这个啦 不过你就注意看嘛 现在美元涨起来啊 日元贬值啊 这跟台湾有关啊 对不对 你看喔 今年新低 有没有 又在创新低 OK 好 当它创新低之后 它会造成什么状况 我们仔细看喔 其实接下来你就会发现 就是这些新闻都会一直跑出来 热钱狂撤 7月25号 外资大车退 7月31号 外资汇出不及 8月2号 XXX7月成最弱的亚洲货币 有没有 这些新闻就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你注意看喔 这个东西它一路跌 它就会去造成什么 外资它一定卖 为什么它一定卖 你不卖你钱摆在这里 你到时候也是会损啊 是不是 所以当外资会把资金汇出去 它就一定会卖股票 那你去试想嘛 那外资最多的股票在哪里 全只股嘛 全只股嘛 对不对 好你仔细看喔 台股为什么我说快沙盘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XXX它一路创新低嘛 你一路创新低 代表说你外资会挥出去 那你外资会卖股票啊 你外资这一卖的话 就卖全只股啊 你来仔细看嘛 这是台湾50 台湾50今天破什么 破季限了 对不对 我把它放大一点来看 台湾50今天啊 几乎是创6月中以来的新低啊 那我问你嘛 当你台湾50已经破季限 如果你台湾50的压力 你看到今天是出量喔 都还出量跌啊 当你今天台湾50如果说破季限 啊台湾50都还有低点 我问你嘛 你觉得台北股市有高点吗 我现在是跟你合情合理的在分析啊 这东西也没有人会跟你讲 反正每天就是涨停板啊 每天涨停板都你的啦 我已经跟你讲过一堆股票是创破断低点了 如果你的老师每天跟你讲那些涨停板你都没有 然后迭下都跟你说什么卖掉 卖掉你也没有啊 你现在股票是一堆套牢的 我问你啊你做何感想 你不是只遇到骗子而已喔 你还堵得笑耶 这那说的跟做的都不一样嘛 那对你没有帮助 OK好所以呢 当你台湾50这地方都已经破季限 我就跟你说嘛 你台北股市能够撑多久 到昨天为止呢 融资都还在创新高啊 是不是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除了我们说的 这个礼拜有两关嘛 第一关 目前看起来应该 七月的出口应该不是会很好啦 下午就知道了 那第二关在哪里 第二关 就跟全球股市就有关了 7月28号就说 多共观念点就在8月10号 不是 好 为什么 要公布CPI啊 那到底CPI怎么公布 现在我们不知道嘛 我们也不用去拆了就算了 我们就当做不知道了 之前跟你讲 什么油价创新高 我们就当做全门部都不知道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如果 我们就从整个CPI的角度里面来看 因为现在都没有答案嘛 可是呢 他所牵扯的东西啊 那是跟整个债券是有关的 你注意看嘛 最近的债券啊 好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前两天的时候已经创新高了嘛 创新高之后有点震荡算合理啊 可是到昨天为止呢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没有跌啊 还在那边跟你走震荡啊 对不对 你试试讲啊 8月份联准会 他根本就没有要升息嘛 因为没有会议啊 9月份才有啊 所以照理说这个东西 他不应该抢得这么快 你这个都要公债殖利率一直涨 现在不是十年的公债殖利率涨而已啊 30年的公债殖利率都还在涨啊 最近都让你看到啊 什么搞的都一路在创高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当这个东西让你看到公债殖利率在涨 然后呢 他又会去影响到什么东西 啊影响到这个啊 有没有 美人最近是稍微停在这里看嘛 等嘛 对不对 可是你公债殖利率在涨 他跌不下去啊 是不是 如果你这次的CBI的出来的数字 除非啦 他真的大降啊 联总会也不要再升息了 我跟你讲啊 那我今天跟你讲的东西 全部都 全部都要不转变 那次盘旗会继续在谈啊 这是唯一旧台股的方式了 但如果你整个CBI如果说 降幅不够或者是呢 只不过已经开始那边走震荡 看起来又没降 我跟你讲 连总会一定会说啦 我们9月再看 真的啊 市场那种升息的那种意愿 又开始出来的时候呢 你美元的走势呢 就还要继续走强 好 当美元这地方还是偏强的时候呢 我就跟你说嘛 这个东西不就是一路创新低吗 也是影响到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当你去影响这个东西的时候 外资不就是一直卖吗 那外资卖什么 又回来了 回来这里啊 跟淘寒50有关啊 是不是 如果说淘寒50 我就说嘛 你淘寒50跌下来 我跟你讲 你指数怎么撑啊 撑不住了 你靠那个极档也撑不住嘛 对不对 不可能说大家全部都AI嘛 大家全部都伪创嘛 我就跟他讲过啦 很多个股昨天可以给你跑的 你不跑 打到今天跌零板 很多个股可以让你跑的 你不跑嘛 今天再创新低啊 连环套 是不是 好 你来仔细看 整个盘佐到这里的时候 我当然知道 大家都叫你买 你也想听这个东西 可是买到现在为止 你到底有没有赚嘛 不要说涨的你都有 跌的你都没有 不可能啊 你看整个7月份到现在为止 一堆股票是创破断新低啊 所以那时候7月份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认为这是骗线 我认为这是骗线 在这里嘛 跟你讲骗线嘛 那边当当当当当当当 之后现在跌下来嘛 我是不知道你认为说 有没有被骗的感觉啦 那我是预计啦 如果在破季线你应该就有这种感觉 那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8月4号跟他讲 小心8月大屠杀 为什么 因为这跟融资有关 这跟融资有关 8月1号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过 要提防融资有全面溃滴的风险 因为这几天融资的部分 我们都讲过 我今天就不重复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上柜会比较麻烦 因为上柜现在 已经差不多有8成左右的融资 全部套在上面 从这里相比 这边已经开始套了 所以造成说很多股票 到今天为止你去看 我就跟他讲 你看这些股票 到现在为止都在创新低 从今年2月份之后 就没有高点了 难道这些股票你都没有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跟各位讲过了 像很多那种小股票也是一样 一路都创新低 对不对 你看那个GIS 融资还在走高 问题是从去年开始 就一路在那边走低 这些股票你都没有 所以你全部都是伪创 我说那不可能的 很多老师现在讲的 如果他盯上讲的东西 你都没有 结果你股票一路套牢 然后迭下都跟你说什么卖掉 结果你都没有卖 我是说你不是遇到骗子 就肚子笑了 那我意思 好再来 那现在怎么做 因为像这个盘 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7月27号就说 小心高价股 对不对 高价股最近你会发现到 7月27号在哪里 在这地方嘛 对不对 当然你会说老师 那个伪创 伪创涨 可是我7月27号也跟你讲 这里要卖啊 我跟你讲 小心高价股 对不对 都在高点的时候跟你讲 你不卖 好没关系 我们继续看嘛 最好能够创新高啦 如果没有创新高呢 那就要留完套 好不好 现在不是高价股的问题 5月9号就提醒你说 小股票半年 也没有办法解套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 你看啊 这些股票到现在为止 半年没有办法解套 5月份到现在为止 都解不了套 这些个股现在都跌翻天嘛 是不是 所以你就会发现 怎么搞了 一堆股票这样子跌 所以我就跟各位说过 到这个时间点 不可能说 强的股票都你的 跌的股票你都没有 不可能啊 如果以这种盘来看 台北股市 因为你现在台湾50 它已经破季线了 如果你那个XXX 它一路跌 好它一路跌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如果当它一路跌 外资是一定一路卖啊 对不对 当你外资一路卖的时候 你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 如果一破季线 我跟他讲啊 你上贵一定也是破半年线 当这些股票如果说一跌下来的时候 那整个融资是全面套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有问题说 这盘不是很好 那到底有没有资金避风感 对啊 有没有什么股票可以做多 或我想想不对啊 如果说到最后呢 那个盘是如果说真的出现那种融资 有断头的压力 我跟他讲买什么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那到时候会变成富潮之下无安卵 很多股票就会造成什么 还没有跌的他还是要杀啦 为什么 因为散物的融资维持率不够嘛 当你维持率不够的时候怎么办 那赶快卖啊 赶快卖点钱出来啊 所以呢这个时间点我还是借你 你就不要乱买 所以你把资金留着会不会比较好 你去试想买 七月份到现在为止 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这个答案你最清楚好不好 所以呢 以这种盘来看 我的讲法是跟市场上不一样啊 我还是借你赶快卖一卖 因为到现在为止已经套一对 因为目前很多个股是没有办法解套 真的啊 我们刚刚就说啦 这些东西要怎么解套 到现在为止你说 你现在怎么解套 你看那个光姐也是一样啊 从80块跌到50多块 其实说句实话 这些融资都已经在断头了 那为什么还没有断 那是因为 可能你投资组合里面 可能有些股票还在高档 所以呢 平均一下还没有断 要不然呢 就有些个股跌下来 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你看嘛 比方说加折嘛 有没有 融资一直买嘛 买到现在为止呢 也是套啊 对不对 连环套嘛 可是呢 这只能去撑你一下的维持率 所以我跟各位讲过 今天我把你辛苦赚的悬案钱 当做我的责任 我们不是叫你随便乱买 你买到现在为止 一堆股票踏了 你的老师都说出了 问题是你都没有出啊 我不知道你遇到这种老师 你是作何感想 那我们今天做的 跟我们所说的是一致的 那我会跟大家讲啊 当这个盘 你已经发现嘛 现在已经有一堆老鼠窝了 这那一堆老鼠窝在这里啊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一能够就这个盘的 就是CPI大底 没有通膨了 美国也不再升息了 那盘还有机会再谈一波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要做多 但是我目前没有看到这个讯息嘛 所以呢 你现在呢 已经开始一堆老鼠窝了 如果再跌下来呢 就是我跟他说的 覆潮之下完染 所以呢怎么做 我跟他说过啊 很多时候那个鱼头鱼肚啊 你都不吃 等到鱼尾的时候呢 你拼命吃 所以造成融资创新肝 可是鱼尾是刺最多的啊 你那么喜欢吃鱼尾被刺 那不是刚好而已嘛 对不对 但是我要跟他讲 有些个股做右肩的股票 要跌下来的 一跌下来的时候 那就是开始要出现 另外一波的跌势喔 所以呢 在右肩这个部分的股票 我是建议你啊 空不空无所谓啦 我还是这么一句话啦 我们不空你也不用空 你就先卖 你把资金留着啦 但是我们代货员要操作嘛 所以呢 在右肩的股票 比方说 加登 那时候在右肩的股票 我是建议放空啦 我现在都跌下来了嘛 对不对 你看德威 做右肩的股票 你就卖嘛 不空没关系你就卖嘛 是不是都跌下来了 你看那个飞鸿 那时候在紧线位置去 已经要做右肩喔 结果呢 如果你不卖的话 现在是不是都跌下来了 对不对 你看嘛 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啊 做右肩的股票 空不空无所谓 但是你一定要卖 这一段下来 最起码你可以减少很多损失 有没有 这上面都全部 买进都套牢啊 像最近这个 现在不是说只有电子啊 你看现在试电 也是一样嘛 做右肩的股票 我们去做放空啦 你不空没关系 你最起码要卖 你有这样的股票 你要卖嘛 你不卖就跌下来了 是不是 我昨天跟各位讲 有些个股要补跌 像全年昨天 我们今天负货员放空 今天跌下来嘛 再多跌一点 头部整个完 整个出现了 那资金小的呢 昨天叫会员去空了嘛 榕缸嘛 昨天空完之后呢 今天还在继续跌 有没有 所以呢有些个股还是建议 持股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说 如果一破线的话 就像往车标写的 那就是开始要沙盘 跌利满加速开始一路扩大 很多个股到时候会跑不掉 好不好 那如果说有需要帮忙的 再打电话进来 OK 我们休息一下 七八一 林九零九 七八一 零九零九 2781-0909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失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昨天台北股市长 今天又跌 我刚好跟大家讲过 这几天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台北股市一破季线的话 这就是沙盘的开始 因为融资套牢越来越多 但因为到今天为止 你台湾50已经破季线了 无论前股股偏弱的话 我觉得指数撑不了多久 这一跌下来到时候会造成什么 覆潮之下无完软 到时候会有一堆股票跌停板 所以最好是预防这个现象 所以我是建议你多不了现金 如果说持股上面有任何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做处理的 你认同的欢迎你 再来电咨询好不好 希望我可以帮得到你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